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提到了自己的各种才能 却偏偏没有包括绘画 达芬奇一生留下不到20幅画作 却有7000多页科技手稿 其中涉及机械、天文、工程、物理、地质、数学、生理学等等 在连螺丝钉都无法制造的年代 他就已经设计出坦克和潜水艇的图纸 爱因斯坦曾经推断 如果达芬奇的研究成果全部付诸实践 人类的科技发展将至少提前50年 达芬奇将严谨的科学精神应用在绘画中 另一方面他却不喜欢雕塑 虽然有传说达芬奇的雕塑技能不低于他的画迹 但是他固执地认为雕刻会让人灰头土脸 配不上艺术家的优雅形象 与达芬奇恰恰相反 米开朗基罗虽然也没有将自己定位成画家 他的自我认知却是一位雕刻家 米开朗基罗认为三维的雕塑从自然属性上就高于二维的绘画 达芬奇崇尚科学 而米开朗基罗却潜行于宗教信仰 他狂热地崇拜上帝 并且将他的信仰体现在画作中 我们观赏米开朗基罗的画作 总是看到上帝和众神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发达肌肉 这正是由于米开朗基罗相信 既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了人类 那么唯一在外观上将天神与凡人积分开来的 便是这异常发达的肌肉了 这种形象在被他应用在传世之作雕塑大卫上 而恰恰就是这一尊大卫雕像 让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彻底结下了两子 在大卫完成后 佛罗伦萨市政委员会专门讨论如何安置这一尊雕像 而身为委员之一的达芬奇 则认为裸体形象有伤风化 主张把雕像安置在不显眼的角落 最后在米开朗基罗本人的强硬态度下 大卫仍然被摆放在市政厅入口显眼处 从此以后两位大师的关系也越来越不融洽 1505年终于迎来了两位大师以比待见的世纪之战 起因是弗罗伦萨新落城的市政厅需要壁画装饰 而两位大师在当时已经是意大利艺术界的泰山北斗 市政官并有一请二位 各做一幅战争壁画 消息传出 二人的粉丝们纷纷赶来 在市政厅外提前战队并展开骂战 两位大师也各自登场比走龙蛇 达芬奇画的是安吉里之战 画面的构图呈现完美的六角形分布 表现的是战斗双方拼杀震撼的场景 人物的表情 战马的姿态 肢体和肌肤的形态纹理 无不体现出大师在解剖 套式和几何构图方面的功力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而米开朗基罗的卡西纳之战 表现的则是在河水中洗澡的士兵们 秃遭袭击 众人乱成一团 忙不迭地穿上衣服 抄起武器准备应战 虽然在构图上无法与达芬奇比肩 但球绝的肌肉和画面的动感 让整幅画作充满热情 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据说当时观战的很多艺术家们 都表现出沮丧的情绪 因为大家都觉得 艺术在两位大师手里 已经发展到极致 让自己和后人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了 遗憾的是 二人都是紧紧完成了壁画的草稿 达芬奇因为其他商业合同 将这幅作品无限期搁置 而米开朗基罗则受将皇征兆去罗马创作 几十年后 随着佛罗伦萨师政厅的翻凶 这两幅剧作的草图也都淹没在历史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草稿 都是当时的画家 对着墙壁领摸下来的 可是仍然能够感受到两位大师的不是才华 再以后 达芬奇在罗马度过几年后 又受到法国国王弗朗索瓦遗事的邀请 从意大利搬到法国 并且将蒙娜丽莎当作礼物带去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卢浮宫看到这幅名画 热爱艺术的弗朗索瓦遗事为达芬奇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保护 将克劳斯履丝城堡送给达芬奇做晚年的居所 1519年5月2日 在国王的陪伴下一代巨匠客人尝试 与此同时 比达芬奇年轻 22岁的米开朗基 而成了教皇最赏识的御用画师 花四年的时间 在西斯平教堂创作了天顶异化创世纪 随后的米开朗基罗 往返于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 为美帝奇家族与几代教皇先后效劳 最后于88岁高龄去世 其实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同样是文艺复兴北方画派的代表人物 达芬奇尊重科学 米开朗基罗信仰宗教 达芬奇严谨理性 米开朗基罗充满激情 正是二人的对立统一 让文艺复兴的绘画水平大幅提高 最后由拉斐尔及二人之大成 显成文艺复兴三节鼎立的局面 西方艺术500年系列 是好猫从事艺术学习与创作过程中的随感与总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敬请点赞关注 以表达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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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